安波足球快信 2020年12月30日,热刺食硬列斯联 星期六晚上,英超圣诞新年快车继续上演,热刺将座振托定衔热刺球场面对列斯联 论攻击力,两队可谓不相伯众,但防守方面,热刺似乎兼顾得更好,列斯联则貌似不设防 比较之下,热刺有更多希望可以全取3分 另外,大家可以登入M直播收睇这场比赛的赛事直播同前瞻 热刺今季开局立即表现出摩二年的威力,众所周知,摩连奴执教历史上 他上任后第二年通常都可以拿到好成绩,一波七胜三和的好成绩比球队一度登上英超榜首位置 不过热刺近期似乎遇到樽颈位,联赛连续四轮不赢球,甚至被挤出了前四的位置 为保持增贯的希望,摩连奴必须比队员贯输更多场分的欲望 另外,热刺今季最大的惊喜莫过是孙兴文,这个球员联赛至今已经射入11个波 甚至比队内主力射手下利卡尼还要多,孙兴文可以说是摩连奴手下最值得以中的攻击手 摩连奴的战术体系一向侧重于防守,但反击也是下下倒肉 孙兴文,贝维恩和下利卡尼组成的攻击线在反击中有速度,有传递,有效率 这个就是摩连奴梦幻的反击组合 金像面对列斯联,也是摩连奴和比尔沙两位战术大师的第五次救量 在前四次救量之中,摩连奴拿到不错的成绩,得失球比达到15比2 虽然当时一个在皇家马德里,另一个在不以包,但现在摩连奴所带领的热刺也是一样 手上拿的牌张张都大过比尔沙,热刺金像根本没有失分的理由 在阵容方面,中场劳斯素因伤不用出场 在比尔沙的带领下,列斯联时隔16年再度重返英超赛场 这支列斯联就比球迷一种换然一新的感觉,正所谓最强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比尔沙亦将这一点贯切落实系球队上 前15轮联赛的一些数据中,发现列斯联军场射门次数多达15.1次 控球率在56.8%,各球数达到5.9次 这些数据目前都排名应超前五 对于一支升班马来说,在阵中并没有什么大排名声的情况下 班福特同基列治等中前场球员能够制造这样的强悍攻击力 比尔沙绝对攻不可没 不过认识这位亚根廷教头的应该都知道 他的执教风格是宁愿2比6输球,也不愿意1比0赢球 故此防守绝对不是列斯联的风格 在今季英超的比赛中也可以看到 无论是领先还是落后的情况下 列斯联都毫无保留地施展他们的攻势 15轮联赛拿到20分,这个已经算是有所交代 但这种一美靠攻的战术正和摩连奴的胃口一样 摩连奴最擅长就是摆大巴,展开锐利的反击 列斯联今次都是难有赢球的本钱 在阵容方面,后卫罗宾高志和中场科索为都因伤无缘披夹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讯,留役军报道 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 澳门看英超?肯定是看M直播 立刻在手机下载,随时有波看,最便宜只是15元而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